监视器画面中一辆正行经路口的玉瓣混凝土车 突然陷落路面 不但右后方的轮子陷入坑洞中 甚至整辆车还往右边翻了过去 画面相当震撼 有压到那个花盆 马达还有围栏这样子 原本好好的行驶 不一会儿整辆车却突然倒在路上 看起来相当吓人 车上的水泥漏了出来 人们忙着清理混乱的路面 附近民众对于地面出现了 70公分的巨大坑洞 受到了不少惊吓 住屋都有吓到 因为声音很大声嘛这样 这个地面这应该也是二十几年了 因为它长期车子压有没有 它已经那个干击水泥已经老旧了 但那还没发生之前 它大概就有下陷五公分了 正好再来车水泥车 它可能载了水泥比较重 就踏下去 你看我们这前面这边都有军裂 这个板子下面都是裂的 塌陷的路面原本就有五公分的下陷 损坏的侧勾更是建置超过二十年了 初步研判 勾壁结构可能原本就不稳定 受到混凝土车重压后 损坏而塌陷 我们这个坍塌的事件 是因为重车的侧向挤压 造成沟壁的损坏 那我们接过通报之后 我们马上立即拍我们的修缮工班到现场 进行所谓的了解 及后续的准备修缮工作 经过棒确认混凝土车超载9.9公吨 造成沟渠顶板塌陷 预计10月29日会完成修复 记者张光佩 庄书庭高雄报导